许许如生的人头雕塑 细致的装饰品 这些都是出自于师傅李建生的手中 但他不是雕塑大师 而是巧克力糕点师傅 今年四月就在新加坡厨艺挑战赛中夺得银牌 他再接再厉以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勇士 和台湾原著名的传统陶翁作为题材 又在2012IKA奥林匹克国际厨艺竞赛当中夺得冠军 戴上厨师帽 李师傅要来开始做最拿手的巧克力了 使用调温锅将巧克力融化过程中 还要持续注意温度的控制 接着将大理石面仔细的消毒干净之后 才将热热的巧克力倒在大理石面上 冰冰凉凉的天然大理石就是最好的降温工具了 有人说来回舒展巧克力的动作很像炒铁板烧 嗯 还真的有点像呢 可别看着翻来翻去把温度微调到26到28度 好像很简单 而还要把它塑形成人像 这可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决定就炒赛德克巴莱来做 然后就做原住民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原住民做的就是深入部落 然后去很多部落找 包含那个墾丁那个旁山那边的日村 或者是山地门大午都有去 然后到最后觉得说山地门他们的资源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多次去山地门 包含接那个翁也好 然后一些帆导什么等等也好 然后到最后就是整个的组合慢慢就构图就起来了 然后起来的话在三个月之前要比赛的三个月之前构图起来的话 等等 然后想一想说不然就是我们做的就是偏向说原住民就好了 因为不要说一定指定要赛德克巴莱 因为它整个的装饰是比较简洁俐落的 然后到最后就说不然我就设定那个勇士精神 很像勇士这样子拿了翻刀然后向前冲这段落 然后就朝这些方向开始努力 然后努力的结果就是我本来是想说要第二次的重复做会修得更完美 然后因应时间的关系就一次 可是一次就是尽量给它修到我要的那种定位那种感觉 然后就这样子就去参赛了 组装我们刚去的话包含器具去那边组装的话 就扛了160公斤的东西去 就四个大男人 然后扛了十大箱的那保力龙箱 还有三个拖映行李 然后就这样子就坐飞机到了德国 坐个快14个小时 然后至于那种压力就是来自于说我们运送的过程 其实你也知道巧克力那是很脆弱的东西 有时候一不小心碰撞或者是温度太高它会浓掉 会变脆都很容易就整个作品就瑕疵我是毁掉了 所以那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要比了就是也是打包好 然后整个运送也是很小心 然后搬运了很多东西好像在搬家 你看一来一往上上飞机下下飞机然后坐坐车车 整个搬来搬去的话真的是就这样子就后续想起来的话也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如果再第二次的话可能这个勇气要拿出来 真的 那那一刹那他先给我套那一个奖 那个奖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得什么奖 可是其实很高兴除外那时候真的是很累 因为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真的是很累 And we go to Mr. Li Qiancheng from Taiwan Next on stage, Li Qiancheng from Taiwan is a gold medal for you 来啦 新鸽 来 这三个奖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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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个奖牌 来 前来奖牌 来 前来奖牌 前来奖牌 来 这三个奖牌 来 最三一奖牌 制作巧克力也可以从最入门的装饰片开始做起 将巧克力倒在转鞋纸上 用刮刀来回将巧克力分布均匀 自用刀子画出想要的形状之后 将巧克力连同转鞋纸一起卷起来 放进冰箱冷却后再拿出来 各式各样的巧克力装饰片就完成了 然后有一次我经过一个面包店 那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骑过一个面包店 因为那面包刚好它烤出来 就放在它的成价上 然后那个面包店那个老板 那个做那个师傅 刚刚我们里面的学 我自己的同学有认识 然后我心里想说 那个面包那上面 其实那也是一个想法 就是第一个 我以为面包馒头蒸出来是白色的 然后面包出来为什么是金黄色的 我以为是人家是像那个 把那个颜色上上去的 我那个不懂嘛 不知道那是很自然的 就是烤出来的颜色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让我感觉就是很 让我感觉是蛮有新鲜感 蛮好奇的 就至于说我之前不喜欢读书 然后往外跑这样的感觉是 回去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 然后一些好玩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一然而然就是 不然就做面包 绽放的巧克力花朵 逼真凶猛的老鹰 这也是这次作品中的配件 主题虽然是小勇善战的勇士 但李师傅的背后 却有令人鼻酸的故事 选择就是朝另外一个事业体迈进 然后于是就是 那时候Pasadena也有在跟我再谈 然后我就 到最后就选择 就去Pasadena 然后去Pasadena的时候 大概半年多以后 因为爸爸出车祸 然后变成植物人 然后植物人以后 那时候跟家人的协调 然后因为出车祸以后 变成说我自己的方向也乱了 因为我第一时间会想说 我不要坐那么累 因为我觉得说 人事事然料 我认为说 爸爸这样子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醒 那时候当时 然后我会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把时间 多一点点时间陪我的小孩子 新加坡得这个奖以后 我去找我爸爸 我跟他讲 他真的有流眼泪 然后我觉得说 可能植物人 他真的有这些方面的感觉 只是他 他我们进不去 他出不来那种感觉 然后于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下定决心说 既然他有感觉的话 我会想说 我再挑战一下更难度的 然后于是 这次又拿了金牌回来的话 我再去跟他讲的话 其实他有比较退化的 可是他也是一样啊 植物人就是这样 他眼睛都真的大大的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于是觉得说 李师傅为了想要有更多的时间 与家人相处 辞掉了原本的工作 来到一手大学的烘焙方担任主厨 虽然顶着世界金牌的光环 但是他卖的面包蛋糕 却没有涨价 反而比一般面包店还要更便宜 有人说 吃巧克力能带给人幸福的感受 那么李师傅 应该也是想要把这份幸福感 传给更多人吧